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经济陷入了庞氏增长的离坑 今年6月以来50天内大陆已经有160余家P2P网贷平台爆雷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下面有请经济学家何清廉女士 何老师向您请假的问题是什么是P2P业务 P2P平台相继出事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P2P是从中国2007年兴起的一种网络借贷 网络借贷本来就是个人对个人 那么在英国它是发源点 在美国也都是个人对个人 但这两个国家的信用情况都比中国好 所以中国引进以后 因为私人对私人通过网络借贷无法信任 也没有追缠机制 所以就引入了第三方 就是网络中介 那么就是现在的这些石墨基金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影子银行系统的金融平台 最后来又发展出了一个什么呢 担保人 就是因为毕竟也还那个 担保人不所有的都有 而是那个什么呢 有的有有的没有 那么这个情况呢 2007年开始发展 但是到了这个2014年吧 就已经逐步的暴雷 当时呢就是比如上新费 易珠宝等等 就发生了这个暴雷 所谓暴雷呢 是这个P2P这个行业的行话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停业清盘 法人跑路平台十年倒闭等等 都叫做暴雷 那么今天呢 就正好是上海呢 发生一起大的暴雷事件 就是有一个叫做复兴集团 下面有三家石墨基金公社 动工呢 是石墨了那个270亿元 结果现在呢 就是暴雷了 那么暴雷以后呢 就是因为上海银行呢 是托管银行之一 所以很多那个人呢 就跑到上海银行门口去 一个女的可能是丈夫吧 这是我猜的 那个女的穿着全身校衣 跪在那个上海银行的排阶前 然后写出的横幅叫做 然后我老公 我猜想呢 是因为她的老公 因为这个 投资血本无归自杀了 所以这个女的就到那里去了 那么上海呢 这个银行呢 紧急必要 他说了 他们既不是发行基金的一番 也不是那个担保一番 跟那个基金没任何关系 他只是呢 上海多加托管银行之一 所以呢 这是今天发生的 这个情况呢 应该是到了7月份 就开始爆雷 7月18号呢 几乎叫做是 那个是黑色的一天 上午呢 就有银斗碗 利明碗 金银猫 聚财猫 四个百亿平台 轻盘货厅的对付 下午呢 就有爱投资等等 宣布了再转股 把这个PAP变成了股东 单天的那一天 就是有停业 有问题的平台 就达到23家 其中三家跑路 四家清盘 两家预期 一家停业 13家呢 提现贵难 所以现在呢 就是已经进入了这个 P2P爆雷的高潮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什么是 因为我看到您的书里面 谈到一个庞氏增长 什么是庞氏增长 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庞氏增长 就是指的是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这种增长模式 那么这个词 我得先介绍一下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呢 是从美国借来的 就是这还早了 大概是将近100年前 美国有一个意大利移民 叫做查尔斯 邦次啊 他成立了一个空国公司 就是许多投资者 将在三个月内 得到40%的利润回报 他的办法呢 就是用这种高利息除 就是让他投资 然后呢 以旧房心 把新投资者的钱 作为快速盈利 付给最初投资的人 有偏更多的人上单 那么前期的人呢 前期的投资者 因为回报厚厚 所以继续投资 他这个骗局呢 是完了七个月 吸引了三万名投资者 然后呢 持续了一年 就因为没有那个 后续资金再进来 就资金年断了 所以他就戳破了这个泡沫 然后他就坐牢 以后呢 这种法式呢 差不多在各国金融领域 都有人玩这个把戏 那么大家就通通为 盘氏骗局 他的特点呢 就是设计一个投资产品 宣布有高利利润 然后就有使别人参加 然后就以旧房心 就这样就形成了 一个资金链条 只要资金链条不断 这个骗局就能够完完下去 那么中国经济正好呢 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高度依赖金融活动 那么在这个金融自由化的口号下 金融业的一枝独秀 烟寒不断营造 县税委投放新增贷款 刺激股市 推高房地产价格 同时呢 还用金融创新的名义 不断的推出这种PAP 地方融资平台 石墨基金啊 所以呢 就在这个情况下呢 把整个中国经济呢 就是陷入一种盘石增长 盘石增长 那么就像这个 刚才讲的P2P吧 它呢 年收益率 大概呢 是最高的是 14%到15% 少数呢 是7%到8% 平均呢 在这个10% 这是7% 这个利润呢 就是现在大家也知道 全世界的产业 除了中国的房地产业 其他呢 没有什么年利润 净利润 10%的那个产业 叫房地产业 几乎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 就是这种 在中国呢 刚才讲的 大家有油资 又加上通商快 迫切的需要找到投资领域 所以呢 有这个10%的那个呢 就利润 就很吸引人了 这是其业 其他呢 啊 中国这个晚代平台呢 有一条 嗯 他们呢 都打着国质背景 或者自己是某银行 某国有银行的 那个什么下属的国有金融机构 嗯 所以呢 有这一条就骗 那个大家就特别容易三大受骗 嗯 就是比如前一线那个韩州的火钱理财 他们宣传的口号就是国资对比 就在它暴雷前几天 这个火钱理财最佳拥有几百亿的那个基金 就是那个PAP金融平台 嗯 获得由这个国家商务部信用办公室监制 中国电子商务协费帮发的企业信用 AAA级信用企业的奖章 这没奖章呢 被他们在网站上推出 大家都觉得吃了定心丸 啊 根本就没想到他几天以后就暴雷了啊 呃 所以呢 这个问题 呃 是一个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今天 2014年以来就不断的有这个暴雷 那么呢 呃 当年爆发的这种群体性事件啊 就是呃 三叶七大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加上这个工人因为讨薪 加起来占到这个 这个单年的群体性事件的总数一半多 所以呢 呃 这是一个大问题 嗯 那么中国政府管不管呢 中国政府也不是不管 嗯 呃 好 一回说要进行复权审查 然后一回又说审查要延期 所以呢 上个月我看到一个私墨基金行业的人说 全国一共有三万五千多家私墨基金 但是呢 大多数都是无政经营 嗯 就是他打着某公司的牌子 而某公司有执照 要复营一个犯罪哈的脸就行了 所以呢 这样这就是政府监管不力 呃 还有就是像这种政府来 对于一个已经存在严重问题的 呃 金融平台 浪发什么 商业 企业信用证书 呃 嗯 所以呢 我说中国政府啊 在管理经济的同时又成了麻烦制造者 最后呢 还不得不成为拆弹部队啊 嗯 经常需要拆 拆除各种自己埋下的各种杀价 比如这个PAP就是 嗯 PAP这个事呢 说起来 呃 其实呢 呃 并不意外 今年六月中旬呢 呃 那个 呃 营监费的主席 郭树清 嗯 在上海陆家嘴 金融工作废议上 做了一个讲话 那个讲话有两句 是至关重要 嗯 而且也被媒体引用了 他说的就是 防暑年利率超过10%的 呃 理财产品 哦 最后都会血本无归 当时我看到那句法 就在推特上跟大家 发了一条信息 嗯 我说防止投资理财产品的 推语文请注意 能兑现赶紧去兑现 嗯 我说郭树清 讲这话的意思 是准备让这个 呃 思诺基金和各种各样的 PAP金融平台的 导战了啊 嗯 呃 这个我讲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就像金融现在有这么多问题 你看央寒的寒转意 刚还在说 呃 呃 人民币 没有贬值的风险啊 嗯 然后呢 呃 谁又出来说中国的金融 没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副总理 叫什么的 所以呃 等到他们说有问题的时候 那问题已经是非常严重 而且说明政府已经 呃 准备让那个领域定向炮爆破了 嗯 呃 今年呢 本来最开始是准备清理债务 但是因为中美贸易战这么一打 中国的方面呢 也乱了正脚 嗯 所以呢 这个PAP这个平台把问题多 所以呢 就先倒了 就这样 嗯 呃何老师呃因为我看您的文章啊 您谈到一个影子银行的问题 那么这个影子银行呃跟呃 P2P呃是不是是不是很密切的关联还是怎么回事 P2P就是影子银行系统的呃 呃 一种类型 哦 确确定义 嗯 就是说 依托这种正式金融系统 从事金融业务的呃 处于半非法 半合法状态的这种地下金融系统 那么在中国呢 他从地下来走到这个地面来啊 呃 经常呢 就是因为有银行给他背书 而且呢 很多正规的国有商业银行呃 呃有很多表外业务需要他做 所以呢 呃就给他们呃 默许或者是某种资格呃 然后呢 就是呢 让他们尝试这些活动啊 嗯 呃 何老师 我们呃 经常听到中国政府说啊 呃 我们的外汇储备 呃 四万个亿啊 呃 非常多 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那么很多观众朋友在问 这个外汇储备 是不是就是政府 自有资金 或者可以自由支配的成款呢 呃 我在那个 明镜做了一台节目 我谈在就专门一个多小时 谈的就是外汇储备 嗯 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外汇储备适合代表中国的国力 啊 我觉得呢 他们这个呢 是 一种半正确的误解 嗯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外汇储备不是中国政府的资产 也不是中国人民的资产 啊 它是来自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利差 啊 外资在中国的成款 嗯 还有包括外国人在中国的个人成款 啊 啊 外汇储备表示的国力实际上只带着两点 第一 中国吸引了许多外资 这些外资带了资金到中国来 啊 由于中国的外费管制制度 啊 中国的外 中国的外费管制制度 是这样的 所有的 啊 啊 银行柜台前治 要出现外币 啊 他呢 按照规定上就得 用人民币签字对话 嗯 那么就是啊 外资不管愿不愿意 他就得放到那里啊 啊 放到这个 呃 银行李 嗯 嗯 嗯 中国政府来就把这个叫做是 呃 借来 借来呢 是中国发行人民币 发行人民币就借来 暂时使用 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吸引了许多外资 第二点就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十顺合 有贸易一面团的 实际才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啊 嗯 啊 才有这么多外资成款啊 那么他不是中国人民的资产和政府资产呢 呃 这一点呢 我以下是这样说明 嗯 嗯 啊 所有的外国政府的领导人也认为外费储备代表着中国政府的富裕和中国的国力 中国人呢 以为外费储备是人民的资产啊 这个不但和一般人还搞不清 连经济学家都没搞清楚 嗯 数年前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我也就不讲名字了 嗯 曾经主张把这个外费储备拿来分给中国人民啊 呃 当初引得一片叫好 呃 我当初就说过了 中国的数万亿外费储备大多数并非中国人自己的财产 就是刚才我前面已经跟你解释过的 对 外国人买法投资的款项 还有热钱就是国际邮资贸易顺差 过人储复的美元存款 那么在贸易顺差当中也并非全部是中国人的 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跨国企业的资产 嗯 比如美国就是中国对美出口的前十大企业有七家是台山 嗯 还有一家是新加坡的还有一家是美资 那么就是等于这些资产其实就是实大带来的贸易顺差 就是这些外资的啊 而不是中资的啊 好 嗯 那么呢 就是最后的当时呢 大概是2010年 因为要分外费储备 当时中国不是都已经快接近四万亿吗 是三点七八万亿啊 那么就是当时要分 所以当时呢 呃 那个周小川是不愿意出来说这些事 但是周启仁呢 但是是货币委员费的呃 呃委员 就出来说了一句 那些钱又不是中国人的 也不是政府的 他的每一分都对应着这个债务啊 嗯 央行借债 就是央行发行人民币借来的 那么就是 如果硬要说是这个人民币呢 呃 跟人民有关呢 那么大概两个东西可能有关 第一个就是 发行货币带来的通战后果 嗯 得由这个全体呃 呃 人承担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外费用来买美元 呃 得来的利息 比如他买一万亿嘛 嗯 每年能得到呃 几亿利息嘛 几亿利息 那么这个利息呢 政府呢 算赚来的 嗯 那么 因为中国是国有制 国有制 那么他赚来的可以说和人民有关 但是不是和每一个具体的人民有关啊 嗯 就这样的啊 呃 好情况当然严重 因为我查了一下资料 嗯 啊 中国人呢 几乎是在于这个中国的货币赛跑 1990年到2017年这27年之间啊 啊 中国的广义货币就是叫做M2啊 嗯 增长了123倍 嗯 1990年中国的广义货币呢 是1.39万亿 2017年12月末 广义货币呢 是167.68万亿 呃 呃 呃 因为有的听众 老跟老是老老在那个什么听听的那个后面留言 说要引进据点谈这个资料来源 我这里就说一句吧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数字去中国 呃 找 因为这都是央行每年公布的啊 央行每年公布的啊 央行每年公布的 他的报表里面有的 那么刚才说的就是这个1.39万亿 呃 呃 到这个呃 27年以后 就是167.68万亿 也就是说 呃 增长了123倍 在这27年里 如果一个人的个人财富 增速的 没有达到123倍的话 呃 呃 那么就等于是落后于这个货币增速 达到了就于货币增速 啊 啊 这也导致了一个现象 啊 啊 啊 然后就转移到这个呃 我刚刚就是前天我看到一个数据 嗯 这个数据就说明中国人囤房 呃 囤得多高 就是 就是 就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 拥有住房率 在中国呢 是高达70% 嗯 这和这个全世界 平均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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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上个月就是第一个季度 哦 第二个季度 就是6月份 中国人拥有两套住房 但是又没有租出去的空值率 呃 呃 达到29% 嗯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呢 啊 啊 房地产 如果大家买房 基本上已经不是出于自助需要 而是作为一种投资品 那么为什么投资 就是因为中国啊 啊 政府发货币发的太多 然后大家的贬值预期太高 所以就不如捡一个什么啊 啊 东西在手里 那么对美元还有抢房子 这都是大家眼中的硬通货啊 那么我再补充两句 嗯 也就是刚才简单发行这个货币吧 有两个东西给大家参考一下 啊 啊 第一 就是这个美国2017年 GDP总量是19.36万亿 嗯 中国呢 是按平均费率计价是12.25万亿 那么美国的经济体量是中国的1.58倍 嗯 但是中国的货币流通量 却比美国多70% 也就是说 中国的货币如果按照同点的话 啊 啊 几乎就是那个中国人手中的一级的货币法几乎是美国的一倍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情况下 票是跑了 是必然的 第二点呢 就是从这个2009年 中国融英世界第一印钞机的美名以来 这么些年来 一直中国呢 啊 就是五大储备货币 那么 啊 啊 在2009年 是中国呢 占 印花的人民币是占世界五大币种 啊 新增货币的 啊 那个 啊 一半就是那个 啊 一半就是其他四个国家 美元 英半 日元啊 啊 等等 还永远加起来不到中国 的那个费量 中国占了百分之五十一 这些年来 中国占比虽然没有那么高 但是也几乎是占了这个 五分之二以上 啊 所以其他四国都 共占五分之三 不到 所以应该说 中国是蛮厉害的啊 嗯 何老师我在读您的文章啊 您一直在提示一个问题 说中国政府的债务太高了 呃 它到底高到一个种 什么样的程度呢 啊 啊 这个呢 是这样的中国政府债务太高呢 这个是全世界近几年 都关心的问题 嗯 本来在这个去年年底 不是预测 啊 中国和欧盟 几大经济体的问题的时候 然后其中就谈到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2018年间是中国债务危机引爆的一年 一定要那个注意 这是其他那个评级机构呢 都预测的 嗯 那么呢 就是啊 第二危险的就是欧盟 当时呢 是认为这个欧盟呢 如果在六月份 没有就这个各国的财政政策达成统一 那么就会爆发这个债务危机 那么欧盟呢 欧盟呢 当时正好呢 就是德国默克尔虽然还在大选啊 但是马克龙他们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啊 把最后欧盟委员费来还是就这个问题啊 啊 达成了协议 但是说了是在那个费上 啊 在同时召开的另外一个费上做了一个演讲 说了一番话 其中说呢 欧盟已经具备爆发一切爆发金融危机的一切主要因素 嗯 只是时间问题了 嗯 那么就是现在呢 就看欧盟下一步怎么应付 但是中国的债务危机呢 确实是正在逼近 中国的债务 因为在这个2018年呢 就总共有6.2万亿信头到期 嗯 其中呢 有非标准融资2万亿元 这是今年债务面临的最大压力 啊 现在还不知政府是如何应付 这两天央行宣布犯随 就是实行那个全面宽松政策 估计呢 就是因为这个债务违约问题要解决 那么恒严一个国家啊 或者政府的债务指标 通常用的是负债率 负债率的意思是当年的政府债务余缘 和这个GDP的比率 嗯 那么就是按照这个过国的规定 包括这个欧盟的一个条约吧 都是说政府的债务率不得超过百分之百 嗯 那么中国呢 这方面呢 你要按照政府的算法 它呢 刻意的把这个政府债务 企业债务 个人债务呢 分开算 个人债务分开算的这一条呢 是对的 因为美国也是这样 嗯 但是呢 美国的 美国的企业和政府债务 是分开算 中国却不应该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 是政府在管 国有银行也是政府在管 这等于左口袋拿到右口袋里 对 所以这一部分呢 你要是算成企业债务 那是不对的 因为它完全是政府 行为在操作 那么这样的债务占中国 债务总联的多少 要占一半以上 嗯 然后再还有一部分 就是地方政府债务 所以呢 说到底 中国的企业债务 一大部分 都是这个 就是这个 超过一半的这一部分 都是国有企业 是造成的 所以呢 中国政府呢 就是 只算是纯粹的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 不算这一部分是不对的 这也是 那个全世界对中国的债务呢 认为不透明的 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 就是那个 大家指责的原因 就是说 债务对限不明 债权对限不明 就这个意思啊 嗯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比喻呢 是相当高 嗯 最高的呢 是 去前年有一家机构 是说 这叫什么 忘了 他是说中国的债务 达到368 就是相当于GDP的368 中国政府后来 反驳了这个说法 那么就我们根据 中国政府没有反驳的 必须承认的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中国的债务 目前占GDP比率是259% 嗯 而民间债务呢 是相当于GDP的210% 预测了 到2022年 中国的整体债务呢 将进一步上升到GDP的327% 所以那远远超过这个国际警戒线的百分之百 嗯 但是中国政府呢 又确实没有西方国家那么容易出事 嗯 欧盟呢 因为也是一个半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 比这个美国强 嗯 所以呢 欧盟那个债务嘛 也就是用一些别的方式消减 就政府行为消减 但是中国政府最方面的能力更强 更强 强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政府可以用这种蒸发货币 还有就是债转股 啊 就今天不是我开始讲的那个PAP平台 嗯 就是那个债转股吧 好 债务不成其为债务了吧 所以呢 啊 中国的控制债务风险的能力 比这个什么呢 要强 但是有一条呢 政府就算是拆弹 啊 这个拆弹的能力是有限的 他只是把这个炸弹爆炸的时间 啊 延后了一点 这个炸弹从假地挖出来 还有埋到乙地去了 就这样一个办法 所以呢这个债务风险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也会成为这个中国金融系统危机呢 引爆的一个点 啊 就看似在何时何地爆发了啊 就这样的 何清廉女士告诉我们 从2009年至2015年 中国经济唯一的亮点就是房地产 但几年以后 中国经济陷入了长达数年的庞氏增长 养成了山头灰溪流 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货币贬值与资金外流 以及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 P2P网贷平台的爆雷标志着中国影子银行出了大的问题 金融维稳成了当今中国政府首要的任务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何清廉女士